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都是浪费的 而且我没有找到说明书 简单的变成单体模式 整体的说一下 这个材质 嗨 懂得都懂啊 做工呢也很一般 反正能玩 别要求太高的品质 真的 你们可以自己买一套回来感受一下 先来看一下圣虎金刚 半神兽半机械的造型 首先我们能看到在虎头的后面 还有一个人形它的头部 这个我拔不出来应该是取不下来的 看一下细节 头部 眼睛和头顶的标志是夜光的 头部往下翻折会看到一个 炮孔的设计 但是无论怎么 调整头部 都不能完全露出 这个设计有问题 后面这个人形态的头部 真的是把我瞅到了 尤其是个嘴唇的刻画 像愚蠢一样 有毒 身体 这个尾巴更像是一根炮管 前腿还行 后腿直接通过一个连杆与身体结合的 没有真的轮子 其实这个形态丑呢也不能怪它 在剧中也就是这样的造型 那它有载具模式吗 可以说有 变形一下 头部往下翻折 背部打开 调整前后腿 尾巴收起 应该就是这样吧 再来看一下魔鬼鱼 主体部分 这里的头部 它的标志就不是夜光的了 后半端 这里的推进器 也是作为上半身的手臂 和下半身的腿部 后面的尾巴 这里是载具形态的头部 底面 演示一下它的变形 把尾部往上翻折 这里结合上 这里翻折就可以了 后面两个推进器可以就这样放着 这样呢比较简单 但是不还原 把这里拆下来 之后与这里结合 经过翻转放在后侧 这样的话呢比较还原剧中的造型 我还发现在这里还有一个伸缩的关节 通过转动 缩短 转动 还能变成这样 呃 因为没有变形的说明书 我也不知道那种变形是对的 反正呢 我只找出这几种变形的方法 大家看一下 接下来就大家比较期待的合体 战车的后腿往后转动 之后取下来 装于前腿上作为肩胛 前腿转动 前爪下面的爪子翻出来 天哪 这个手掌真的是与身体格格不入 你就是用这个当手掌 也比这个好看呀 下面的几个卡扣翻出来 之后把它的后半部分取下来 这里通过转动变成腿部 我的原则就是螺丝孔不在外侧 尾巴转动下来 与上半身结合 剩下的这部分通过这个卡扣与背部结合 这种向下的卡扣 确定不会掉吗 还好 因为它在这里被抵住了 之后调整翅膀的角度 就OK了 朋友们感觉这个合体怎么样 如果一到九分打分的话 你会打多少分呢 首先去掉翅膀 咱们看一下身体的比例 我感觉不太好看 太过于零散 而且背包与身体的距离又太远了 看下细节 头部我们已经说过了 这个太拉了 胸口是虎头 手臂 肩胛 其实腿部的造型还是可以的 不过没有脚掌 从侧面看一下 这一块就不多说了 魔鬼鱼的主体就变成了它的翅膀 尾巴也起到了支撑的作用 可动性方面 手臂转动 平台大概三十多度 肘部一点点 腰部转动 大腿前踢 后踢 侧踢 幅度都很大 这里转动 这里转动 通过转动 膝关节大概有八十度的弯曲 就没有什么可动性了 这一款我是一百二元购入的 感觉真的一言难尽 而且我还发现了一个问题 就这种套装 无论你怎么买 只要买两盒以上 就会重复一个魔鬼鱼 不知道以后会不会出单独的包装 在这里争取下朋友的意见 喜欢这个系列的发个一 不喜欢的发个二 如果点赞能过六千 我根据朋友的喜好 把这个系列给做完 如果点赞过不了的话 就算了 朋友们理解一下 那肯定有朋友们会问了 魔鬼鱼能变成上半身吗 可以的 这里拉开 往上翻折 就变成了翅膀 腿部直接插在这里 变成手臂 下面的这里翻着出来 本来是有个小脸洞的 头部会被顶出来 可是我的这个顶出来的配件断了 这个头部的细节很像是杂冰 大家自己看一下吧 我也把装在后侧 通过这个卡扣与下半身结合就可以了 所以如果圣虎的背部 能设计一个结合的卡扣 其实也是可以按合体的 不过它没有 最后和这套八寸的六合体对比一下 总结一下 这套玩具玩起来真的是各种不舒服 当然了 这是我个人的感觉啊 神兽金刚永远的伤 不管动画做的怎么样 反正玩具越来越拉了 谢谢大家收看本期视频 我是演员大鹏老师 好朋友们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我是谁 我下期视频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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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下期视频再见